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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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一些 美國一些基本精神還有那個 憲法的這一部分 所以 剛剛在前面我們就 討論到這個 海外領土的 管轄還有 這一部分從美國怎麼 形成的海外 部分的管轄主要是 從那個美國西班牙戰爭 後的美國 大法官有一 系列的判決也是 叫做獵島性 有關獵島食物 的這個判決 這個二十幾件 也是基於憲法的 一些基本原理和法理 那 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人今天批評這些 剝奪 內島區居民的權利 這樣覺得 不正確因為你本地 所以 你先做自治 自己管自己 自治 那自治你的 你的基本法 你的組織法 你要 寫什麼樣的權利 你都可以 所以我總覺得 我們將來 也是研究台灣一些 基本 法律規章 基本憲法的這個 條文 我想 我們可以做很 先進的憲法 令全世界都很羨慕 那 不知道 我們這個 最先進的憲法 會不會 受到美國一些保守派人士的 那個質疑 我不知道 到時候我們就說 我們就是要做 新世界的一個模範 因為你說 現在這個時代 有哪一個地方 出來 把自己管理的很好 然後一個很 限進的一個人權的憲法 然後又能執行下去 現在很多國家說 你說什麼新成立的國家 什麼東地文那些東西 其實後來都亂掉了 因為他太多的經濟問題 他的本地的地方 譬如說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 那你說今天 菲律拼 如果菲律拼的憲法再先進 但是國內就業機會在哪裡 人家三餐不計怎麼辦 那你談什麼人權 這個就有一點奢侈 所以 台灣我們又可以做起來 我們又可以建立很強的一個 一個經濟體系 我們可以請歐洲的搶商來投資 美國的廠商來投資 他們台灣作為訓練中心 然後開發 中國的那個大市場 他一定要有適當的地方 可以開會 可以做什麼 甚至於可以談一些敏感話題 你不要 在中國有的事情你去談 談到一半公安已經來了 對不對 麻煩你 甚至於很多課可以在中國上 但是要談台灣歷史 必須回到台灣來上 因為他那邊 他的歷史解釋是不一樣 他是基於一種民主感情 對不對 他一直要捏造歷史 那將來 我們可以編寫小冊子 按那個中國觀光課來 我們一個人一本 對不對 他們回去 奇怪 台灣叫我們的中國歷史 不是像你這樣 他們就說 毛澤東是殺人魔 不是民主英雄 到時候 那我們就說 好你不喜歡 那你的觀光課不要來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硬起來 事實就是事實 要不然我們去聯合國 開協調會 台灣就是 我們有什麼話 聯合國要講究 給美國代表 他可以幫我們提案 要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等於我們間接 就有安理會的一個位置 對不對 比自己參加可能還有利 所以 我們這樣一個體系 然後主要是 我們在法理上也都站得住腳 今天人家不認識 舊金山合約 但是我相信 你成立一個美國軍事政府在這裡 刮牌開始運作 誰講什麼 到聯合國去喬價 聯合國一直把和平條約拿出來 欸 確實有寫 美國軍事政府管台灣 有這條喔 好奇怪 我以前沒有看到 搭搭 對不對 那對不起 中國代表 你這個抗議 與法無懼啊 好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就這些中國的領導者 下台一舉功啊 你說要收回台灣 再三千年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樣做 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硬創 而是按照這個國際法的步驟 我們要給全世界看 我們那個和平的做法 我們按照法理的做法 是怎麼做的嗎 我們也是這樣去做 同時我們 我們要求美國的那些法律體系 我們在這個大的這個裡面 我們也有我們的保障 OK 所以說不定 我們將來組織台灣的司法 到那個什麼案件 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你可以再到美國的什麼層 什麼層級的法院 再上訴 然後 經過這個法院 你還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 如果有某些敏感的案子或是什麼 這個都是安排在我們法律體系裡面 司法運作方面 所以 台灣人就會有層層的保障 會有那個 會有那個三權分立嘛 就是 我們不必有什麼 監裁院 也不必什麼什麼考試院 其實 考試院好像直接歸到什麼人事行政 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有一個考試院 就是一些飛貓在那裡領高薪 這個幹嘛 對不對 這個不需要 監裁院 監裁院 如果你有接觸到社會團體 你就知道監裁院 是最標準的選擇辦案的一個機構 你人民提什麼 一個答覆 一個文 收到你這個都沒有 一個編號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兩年後你還在等 人民提的什麼案子 他不管你 後來你去打聽 他就給你回答 那個已經處理過了 你說處理過了 什麼時候處理過了 他找找找交出一封信 你以前不是收到這封信嗎 你看 對呀 我有收到這樣的信 這樣就結案了 他把你的案子 譬如說你檢舉內政部違法 他把你的案子轉內政部 他把你的案子轉內政部 內政部就給你回答一個文說 我沒有違法 這個情形沒有違法 他就這樣 有一天你受到那個信 你以為是內政部的一個打辯或什麼 不是打辯 是結案 Over 那你看 這個在美國的法律體系裡面 第一 哪一個 哪一個 你說什麼王建宣 這些人不懂法律幹什麼 你這個利益衝突耶 你不能把你檢舉的單位 在審理自己的案件啊 怎麼可以啊 你起碼要轉對了 那既然你要轉別的單位 那你監察院在做什麼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所有的人民的案件 就政治案件他去處理 某某總統說要查什麼 查什麼 敲鑼大骨的 怎麼樣 你的案子呢 你的案子在哪裡 沒有啊 以前我們 以前剛開始有那個移民法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2000年 89年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我們 我還在移民公司 台灣的移民公司做事 我們還要去受訓 受訓我們去做那些那些 後來他們就跟我們講 將來這個 凡是涉及移民事務 只有 合法登記掛牌運作的移民公司才可以做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公司做人力仲介嘛 印境外勞嘛 那他們不能辦這一類的事務 我們那個講師 我們那個講師就說 你將來就靠檢舉獎金就夠了 你看第幾條檢舉獎金 等到那個法開始運作的時候 我們有的主管 移民公司主管就去 那個時候是台北市警察局 他在辦外僑拘留政 就看那個人力中介 一塌一塌的 就去那邊辦外僑拘留政啊 不可以 外僑拘留政是跟移民有關的 那是移民法 你人力中介沒有移民法 沒有移民公司的執照 你不能辦這個業務 你這個櫃檯人員也不能收耶 這樣檢舉 檢舉再檢舉 沒有人理你 台灣就這樣 你要檢舉什麼違法 沒有人理你啊 而檢舉到監察院 他轉給內政部審理 你直接檢舉內政部 沒有人理你啊 你沒有辦法 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美國有那個法院的命令 這個制度一定馬上要引進來 申請法院的執行命令啊 你申請法院的執行命令 法院去判 你這個主管該執行的沒執行 法院來那個命令過來 如果沒有做 你這個官位是拜拜了 這個制度要不要 那我們同樣的應該對那個官員 也是一樣 該做的你沒做 人家去申請執行命令 如果沒有做那 可能是計一百個大國 那你就拜拜了 對不對 你該做的事情沒有那個 我太太在日本 住了很多年嘛 她跟我講一句話 她有時候講這句話 把台灣人都嚇一跳 日本官員 日本的公務人員 下班後你知道在做什麼 你可能不知道耶 她說她查了好幾次 日本官員在下班後做什麼 回家 她回家了 台灣官員下班後再做什麼 去酒假 去跟人家開會啊 日本官員沒有這樣 沒有啊 任何設計公務的在上班時間 在辦公室談 你敢在外面談公務 一旦我查到了 Out Out 開除 你作為國稅局 你敢跟你管轄的人 開個高爾夫俱樂部 常常聚在一起打高爾夫 不可以 你任何在公務上 有接觸到的人 你不能在外面 有任何私下的來往 不可以 所以你說台灣的公務 原體系要不要有所整頓 太大的一個整頓 這個叫做台灣 我們將來在這個旁邊就縫一個大的籠子 一個籠子然後裡面裝一些 一些猴子 然後我們請那個尤先生 一旦我們 我們這個民政府要吃雞肉 就旁邊 就指指點點 你看喔 我給你看啊 把那個雞抓來 那個砧板拿來 你看喔 你敢亂動喔 然後咔嚓 殺雞鏡頭 嗚呼呼 每個 嗚呼呼 他就知道了 那我們拍這一段就是說 你是台灣的公務員 你懂意思嗎 你敢亂來嗎 對不對 給他們看看 這個太多要整頓了 在台灣 在台灣 你看 大家就 你聽到一個台灣的官員 就是喔 某某都很厲害 喔 某某好厲害 某某好厲害 他的厲害是什麼 一大部分是 美國所謂的內線交易 內線交易 你看美國 現在對內線交易的定義 連我自己都嚇一跳 他現在對內線交易的那個 認定標準 連我自己都嚇一跳 我離開美國幾十年 我知道基本上 內線交易是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現在他的認定標準 我前幾天看了一個報紙 有這個 有這個什麼 證券交易所的人 對不對 這個高級資源 那他就認識很多上市公司 久而久之 他搞這一行十年二十年 他認識很多那個高級主管 對不對 所以譬如說 他是英特爾 英特爾的那個 做那個電子的那個 他是高級主管 有時候我跟他通電話 欸最近有什麼消息 他說 明天我們要發佈那個新的那個 成立比現在強五倍嘛 所以明天會發佈 喔這樣 喔那這樣 那我今天要不要買股票嗎 對不對 就這樣通電話 隨便透露出一些 即將發生的消息 那個就算是搞內線交易 因為你所得到的消息 不是大家所得到的消息 那這個叫內線交易 那問題是 我作為證券交易所的人 我老闆 要看 我所管理的這些股票 這些人 有沒有成長啊 我基本上 我如果沒有這樣做 我是每天早上看報紙 我怎麼比別人早一步有消息 我怎麼管你這個股票欸 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個答案 我只告訴你 美國現在對那種行為 都是有進一步調查 然後很重的罰款 所以這些遊戲規則 我們要好好的去了解 然後台灣的公務員 下班就下班了 不要再談什麼東西 然後不要在酒家什麼那些 在搞什麼把戲 所以這個你就知道 有很大的爭論空間 而這些基本精神 也是回到一些 禮儀衝突的解釋 而禮儀衝突的解釋 當然就回到憲法的基本結構啊 你公務員應該是為 人民 你政府本身為什麼要設立嗎 你要給人民一個便利嗎 而不是帶來很多負擔欸 那我們這一部分真的要 有所警惕你知道嗎 所以怎麼樣的 我是有一個提議就是說 人民的就業應該是為國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一個重要的目標 人民的就業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們管理任何行業任何行為 任何人民賺取金錢來謀生 我們是重點在管理不是在取地 不要取地 要管理 你說攤販亂七八糟管理 不是取地 他今天的想法是取地 他為什麼要取地 拿紅包嗎 我取地三天我拿個大紅包 什麼東西 No 不是管理每一個有執照 新加坡可以做 你為什麼不能做 每一個談判他有一個執照 他有某一個程度的繳稅 我們規範什麼區可以 什麼區不行 怎麼樣怎麼樣 全部把它做為一個管理規範 這個公園有人在按摩 你要取地嗎 為什麼 他在賺錢來養生自己 在我西方人來看 他這個人沒有到市政府排隊領事業救濟金 你應該謝天謝地耶 你還取地他不同 如果你有一個公園 你有適當的管理 這些人在泡茶 這些人在按摩 這些人在租 這個各種休閒儀 你這個可以變成觀光資源 歡迎你來我們這個公園按摩 外國人都可以來啊 這個也是一個觀光的一個很好的東西 人民有啟動要做任何事情來賺取一些 那八大行業 這個也是牽涉到管理 我是覺得 maybe我們用利益來分 就是你那個利益可以公投 我要不要這個行為 那萬華那邊他可能公投覺得 我要有這個合法倉記 那隔壁的利益他不要 我可以讓他們去決定 這個也是回到管理 不是絕對的禁止 而是回到管理 那如果是某一個 台北市內湖的一個利益 他當然不會通過這樣的一個體驗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管理嘛 我們要有一個限定的一個做法 我們可以看 其他的國家他有什麼 不正確的政策或是 或是整個亂掉的一些政策 其實我告訴你 美國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 最失敗的政策是什麼 你知道最失敗的 大家都承認這個政治最失敗 但是在還沒有宣布這個政策最失敗以前 我先告訴你 這個政策的立法是基於一種同情和一種愛 這一點是好像沒有人懷疑 所以他的出發點是 絕對說是正當喔 他的出發點是正當喔 但是後來執行下去 後果是非常嚴重 後果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就是什麼 未婚媽媽的救濟金 這個政策 未婚媽媽的救濟金 因為他的政策 他執行起來 他好像要簽署 我隨時可以查證 OK 我半夜 我進來查 有沒有男人在這裡 如果有的話 全部給你取消 造成什麼結果 當然 就算這個女的有男朋友 第一為了領救濟金不結婚 第二那個男的長期不在 絕對不在 所以這樣子養大的是破碎家庭 然後他一個 再生一個 再生一個 一直下去 這些小孩子長大 沒有健全的家庭 都變成社會問題 這個政策是非常失敗 是不是變成一種 基於同情 基於愛的一種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這樣同情要有限制耶 所以 他們去訪問一些 那個未婚媽媽說 現在生三個 如果我那個時候知道 我就把這個誤賴把趕走 不再靠近他 這個都要想耶 我們要用別的先進國家的這個政策 我們要去檢討 不管是美國也好 法國也好 英國也好 我們都蒐集這些 然後不要走這個臭屋的路 這樣才有一個好的社會 那有的那個媽媽 我有的朋友提議說 這些媽媽 她的問題是 她生一個孩子 沒有結婚 她在都市 如果很難生活 那給他們回鄉下去 鄉下就寧可有這種的收容中心 伊斯列有這種 它叫做Kibbutz 它是一個集體生活的一個 你有多少能力 你做多少事 你總可以種田吧 你種田的時候 我們有老一輩的在這裡 照顧幼兒跟年輕的 你提出你的老力 你可以住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老力換取你的生活 所需要的那個 所以 我們換一個這種思考方式 我們看到別國的歷史 像伊斯列那個歷史 其實都有解決的方案 不一定要 認定這些人一直住在都市 然後一直就失業 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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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鄉下 所以很多 失業的人口 包括那個老的流浪漢 也是一樣 回到鄉下 你失業救濟金 你領多少時間以後 以後我不給你 你回到鄉下 鄉下有工作 你可以種田 對不對 鄉下都繳不到人 還有很多基層的工作 繳不到人 你可以做啊 對不對 社會要有一個積極面 沒有當兵 我們也應該有社會 社會服務 年輕人要有一些社會服務 要清理水溝啊 要掃掃馬路啊 將來他燒過馬路幾次 他將來絕對不會丟煙蒂啊 他會想 這個不好啊 現在人家隨便 隨便丟垃圾 隨便丟什麼 他沒有掃過耶 給他去掃幾次 看他下一次要不要丟耶 他知道那個很辛苦 別人都要收拾耶 所以社會教育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耶 你說愛台灣 愛台灣從那個基本開始 以前啊 這個故事不好講 但是 反正 以前我有一個 以前 有一段時間 我有一個女朋友姓秦啊 她後來做太北市議員啊 她後來做議員啊 那時候我 我沒有認識我現在太太以前 但是我都這個故事都跟她講過了 那個時候那個親小姐就跟我講 她說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要叫外籍太太 因為她自己 叫不到適當的台灣太太 那一個大的原因是她不認識 所以這個問題要去想 你回到愛台灣的本質 那我就在這一區 但是這一區的女孩子 我作為一個二十幾歲的男性 這一區的女孩子 我不認識耶 很可能是這樣 很多是這樣 她當初 她也不認識多少台灣男的 這個 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隊 讓當地的人彼此認識耶 社會服務隊 這個有很大的幫助耶 年輕人有規定 必須 有多少個小時的社會服務 對不對 那同時彼此認識 那我太太說 日本 日本有一個政策 日本有一個政策 她 她提供獎金還有什麼什麼 她提供各種方式 讓那個都市人 長期也好 短期也好 回到鄉下去住 她可以申請 然後有補助金有什麼 譬如說 我現在住在都市 但是我想 回到鄉下一年這樣 可以 可以申請補助 這裡有房子交道給你 這個有什麼給你 這個都有 好你去住 那你去住 當然當地會有一些活動 對不對 你跟那些人來往 你彼此認識 有的時候你的兒子 二十幾歲 他認識當地的鄉下女孩子 二十幾歲 這種姻緣 很多很多 後來他們就結婚了 搬回鄉下去 鄉下不再是沒落 而是更有一個新的活力出來的 讓這些人 在看鄉下的一些運作情形 他會提出一些改善建議 我們應該這樣這樣 我們應該這樣這樣 甚至於那些人是 是在大學 隨什麼市場學 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組織 我們才能好好的 銷售我們農業產品 我們應該做應該做 他說 川普鄉下有個新的活力出來了 他就是用各種方法 讓都市人跟鄉下人 重新有來往交往的機會 他說 九二九字有很大的影響 很正面的影響 我想我們這樣也可以做啊 我就 我就不喜歡的 在台灣的這個 這個藍寧政府 就認為什麼事情的答案 都是要回到四十五金來找 我覺得這個不是 我每次講 我說有很多國家 他沒有四十五金 他活得很好 甚至於他活得比你好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能用常理 來判斷事情 對不對 用常理來判斷 對不對 我應該對社會 因為 明明 孔子 所講的一個五輪 有 有 其實以前李國鼎有講 其實有七輪 五輪已經很明顯的缺乏兩條 第一 人與陌生人之間 所以很多這個在受這個中華教育的思考 看到陌生人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開車是橫窗直撞 我不認識他 那平常我在辦公室碰到人 哦 彬彬有理 哦 早 你好 請喝茶 彬彬有理 我一到街上不認識的 哦 就是非常野蠻的 人與陌生人之間沒有建立一個任何公式 所以你們要發覺 你外國人在台灣 你要來中國 你要來中國 你要來台灣 這個華人教育館 你要做生意 人家一定要跟你規範 他的五輪裡面 他才有辦法跟你有關係 要嘛就叫你大哥 要嘛就叫你朋友 舅舅什麼的 一定要把你規範到那個裡面 要不然他不知道怎麼跟你來往 這個頭腦有問題耶 為什麼要侷限於那個範圍 你頭腦打開 再來很明顯的 還有一個論 就是人與那個大自然 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 你要說我缺乏道德 我是絕對會揍你 但是我每天做的事情 我去河流 我去炸 放那個炸藥捕魚 我去森林去砍樹 我這邊去 我這個地方不要 我這個雜草 我就給它放火 給它燒掉 你說我沒有道德 哪有不道德 在別的國家 這種破壞大自然 已經認同是 非常的缺乏道德的一個行為 但是這些受華人教育 不這樣認為 我的天啊 這個已經落後到什麼程度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用常理來判斷 甚至於如果美國人 或者歐洲人 有提倡另外一種 一種覺得我們應該有的行為 我們也可以了解 我們也可以說 欸對 現在人應該是要有這樣的行為 這個對 而不是一直說 喔 然後規定 小孩子去讀那個 那個古書啊 我不知道我不反對 如果你喜歡讀 古讀書 你可以 我沒有反對 你為什麼要強迫別人 美國人連看那個 那個莎士比亞四百年前的 都在看現在 現代文的翻譯本耶 看那個原文 那個太辛苦了 那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裡面的觀念 你要的是裡面的思考啟發 為什麼要跟那個古文博多 幹什麼 你得到什麼 我是覺得這個是頭腦不清楚的地方 跟那個古文 我以前在《皇冠雜誌》有寫專輪 我在《皇冠雜誌》那個編輯啊 平先生 崇瑶那些 我都常常碰面 他跟我講 現在一個中文系畢業的 叫他寫個便條 沒有錯別字 他說沒看過耶 看很多古文 還是百話文還在寫錯別字 這個很矛盾嘛 我跟我太太早年有去希臘 好多年前 大概是1991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20年前 我們去希臘 那個時候 我們團體裡面 台灣的團體 他們聽當地的一個導遊 也是一個台灣人 早期移民到希臘 會講華語 長期住希臘的一個人 我就一定要問他 這個希臘的國中高中 有沒有看希臘的古文 你知道嗎 我問這個問題 他笑到快掉下車啊 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合理 你為什麼績下我耶 等到他稍微恢復以後 他說根本沒有啊 我說台灣的中學高中都還要看古文 他發起這個虛聲 他說希臘啊 你要看那個古老的東西 有啊他有翻一層現在文啊 翻一層現在的希臘白話文 都是看這個 我要的是觀念 不是要跟那個古文的文題搏鬥 你要看 你去看 那是你的自由 不要強迫 現在的水聲去跟那個 水那個 用在哪裡嗎 用在哪裡 台灣 是一個小地方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這個認識 我知道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三十六年前 我去一個小學 他這邊 那個老師那個時候 三十六年前 那個老師可能比較有台灣意識 但是台灣意識 不是像今天的台灣意識 那個時候是很含蓄嘛 所以這裡有個中國地圖 這麼大 那這裡有個台灣地圖 台灣不是 中國不是海南島 到黑龍場 歐蘭比 到基隆 這個小學 哪一個比較大 老師 台灣大 對 台灣很重要對不對 對 老師講對的 他叫小學生 我覺得 他這個方法很有意思 OK 但是 我們今天認知比較清楚 其實台灣是一個小地方 所以 你要有這種 什麼 你要能夠接納 國際食物 今天 其實很多這個台灣人 老一輩的 他沒有 能夠 解納國際食物 但是話也說回來 是他自己承認 我很佩服他們 他們自己承認 他沒有受過這樣的一個教育 他受過一種 匠綱的教育 但是他跟我說 我對我的兒女 我是非常強調 應該收到 國際理學觀念 所以這些老一輩的 我也很佩服他們 他們有的 小孩子都有碩士博士 從外國的大學 都有耶 所以我覺得他們觀念很對 他就是自己剛好那個時候 沒有機會嘛 但是他今天還是接受啦 接受應該有這樣的觀念耶 所以 我們要能夠配合國際所需要的東西 隨便有時候打開報紙 起碼我觀念是一年一次 台北市 我住台北市 我看台北市的消息 比較多說 教育局發佈 幼稚園不得教英文 對啊 這個常常有的 常常有的 那我的想法是說 家長要學什麼 為什麼不讓他去學 這個又是回到 憲法結構嘛 憲法結構 為什麼人家沒有求學的自由 憑什麼你教育局在管這些 但是 我們當初 我跟我太太開部系班的時候 大概 我先在台灣教幾年 後來差不多71年 民國71年1982 我們開始 那個時候是電視上有兒童英語的廣告 但是兒童英語廣告是違法的 那是違法的 所以我們開始教那個班 後來被檢舉 讓我太太去刑事法庭 你知道罪名是什麼嗎 摧殘民族幼苗 你覺得好笑 你覺得好笑 今天很好笑 但是面對法官不好笑 不好笑 所以他是 那個又是回到一個大中國思想 可能大中國思想 就是我中文才是很重要的 但是台灣是這個地方 你要考慮到做國際啊 國際我是覺得還是用 用一個國際的角度 人家需要多一些語言 如果你有兒童俄文 我覺得OK OK沒有關係 你面對的問題是業務啊 如果你業務搭起來 你去衝啊 你要有兒童日文好啊 我們需要跟周邊的關係 周邊的關係 要有培養關係 我不管從幾歲開始 所以我有這樣的觀念 我覺得比較國際化 台灣會官方講很多國際化的東西 我剛來的時候 36年前喔 我有打聽過了 而且那個時候好幾年 那個時候你們太年輕的 你不記得 那個時候英文路標是違法的 你不知道齁 那個時候英文路標是違法的 我們開個會 我們在市政府 有時候會開個會 他說欸 有什麼國際化的措施啊 你們外國朋友要不要建議 所有的人第一個提出來是要有英文路標啊 那個時候只有中文路標 我說人家怎麼找到地址啊 一個觀光客來說 喔我要去什麼什麼餐廳 都找不到啊 對不對因為你沒有英文路標啊 後來談到的結果 跟那個觀光局的人 我們外國人還跟他講說 你先做 你先把他盯上去 誰給你拿下來 你就開個記者會 警察局給我拿下來 你攔截我的國際化 你說你有種你就先做 但是台灣 官官相互 寧可下班後去喝酒聊天啊 絕對不要辦事嘛 所以當然沒有人可能做這個事情 或是基於法律我該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沒有不可能 所以好多年後好多年後 才陸陸續續開始有這個路標 今天很普遍呢 今天很普遍 那個時候是違法的 沒有人敢做 而且還要談很多 就像台灣的那個 土地法 土地法 外國人是不是可以買 那個土地 又寫得很清楚啊 他說外國人可以買啊 寫得很清楚 當初我太太在 京美也是 比那個早耶 81年可能是76 77年耶 那個時候要買個房子在京美 就要用我的名字 那時候一個四樓的房子在京美 好像是一百多萬耶 就買那個房子 然後呢 要用我的名字 啊我們都研究了土地法 就給代書看 結果代書送件 啊你看那種 白紙黑字的 地政事務所 他不敢批耶 白紙黑字 土地法不是就這樣寫嗎 你該做的你就做嘛 他不敢批 他送上去送到內政部 內政部不敢批啊 他送上去內政部 三個月後我們還在等 我們就打電話去問 結果這個文件怎麼還沒下來 還在看 還在查 結果四個月 四個月半回來了 我太太看到那個批 那個簽名都嚇一跳 余國華 什麼意思你懂嗎 一層一層推責任 我不敢承受這個責任 法律怎麼寫他不管 我反正我沒辦過我也不敢辦 這個也是台灣官場很 很糟糕的一個態度 對不對 一直上去一直 上去到行政院院長 也不是副院長耶 一直到這裡他 這個選的可以 當然可以 就這樣才下來 你看 這個公務員體系是什麼一個體系 你會從這裡了解 那個時候到現在當然 我們看到改善很多 改善很多 但是這個同樣的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提醒 在美國憲法體系裡面 在美國的公務員體系裡面 這個規章不僅是給你傳利 也是對你一個保護 對不對 如果公務員 如果他說 如果你主管說 你為什麼這樣辦 你說這條寫得很清楚啊 我就是這樣辦 那他就拿你沒責 就寫得你按照法去做 沒有人能批評你 這種例子在台灣 白紙黑字不能辦的事情很多很多 也是走了這麼一圈回到憲法 你說哪一個華僑回到台灣 他說你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 人人平等 為什麼我華僑拿的這個 中華民國護照沒有在台灣的拘留權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外交部發很多護照 是在台灣沒有拘留權的這個所謂華僑護照 按照聯合國的人權公約那個不可以啊 人民有全力回到自己的國家 你發這個護照是違法的 我每次碰到那個羅榮光 進入聯合國 進入聯合國 我說要不要先跟外交部 你先發個文 命令他們停止這個違法的行為 違反聯合國公約的行為 你再談進入 我想聯合國如果開始審查 第一個就給你打回來 No 違法的 這是基於歷史的一些什麼什麼 我說不要聽好不好 不要聽啊 No 就是 No 違法就是違法 沒有任何 excuse 對不對 結果何先生可以走了 對不對 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離開了 你還是違法 對不對 事情是這樣 你看這裡做了多少事情是違法 所以你為什麼 如果真的聯合國要開始檢查 這個體系進入聯合國 你太多髒衣服 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還在做 所以這個有時候回到 一個國際公認憲法 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美國有發什麼護照 是沒有拘留權的嗎 沒有 我們台灣如果發這個 美軍核發的這個護照 你台灣有拘留權 那將來他給你美國免簽的待遇 那一定是可能是半年或是一年什麼的 至於你的就業 你的其他的問題 我們會不斷的幫你爭取 所以一步一步幫你爭取 所以這個對你來說還是不錯的保障 你在台灣將來有選舉 你有台灣公民權 你當然什麼叫台灣公民 台灣公民就是在台灣有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投票啊 如果是外國人 他就沒有那個投票權 至少剛開始他沒有那個投票權 所以公民還是有公民的意思在 對不對 所以東西南北我們先談一點美國的憲法精神 還有說延伸出來的種種話題 那這一類的議題如果大家還有疑問 當然我在這裡這幾天 你可以隨時提出來我們大家來研究 所以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Krit rip 吉利 宇小跟詐憲 descended kita 觀點